大家好 欢迎来到送说新语 那在昨天啊 四川乐山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件 这个警察李强啊 手持手枪和28子弹 那么既伤两人又持续杀害三人 目前的是开车载逃状态 那这个是真的啊 这是通缉令啊 不是编的 目前来说呢 这个李强呢 就是说杀人属实啊 并且呢警方是悬赏10万 桌打李强 这应该就属于是大杀案了 那关于这个事迹的详情呢 披露来信息并不多 那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呢 是这个李强啊 他平常是一个好警察 那么他们说李某 我们就先说李某 这个李某呢是个好警察 因为他犯案之前啊 曾经有过两次啊 在50天内 跳水救人的这么一个英雄事迹 那这个事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打开乐山市公安局啊 搜索了一下 发现还真有这么个东西 哎 牟川民警50天内 两次永旧落水者 那他是不是这个杀人 这个警察呢 我们点开看一下 哎 点开看一下 发现 本儿警察把自己404了 哈哈哈哈 那就很大概率说 这个事情是属实的 这个救了两次落水群众的好警察 持枪又杀人 那他的英雄事迹呢 已经被撤掉了 啊 好像是没发生过一样 呃 那么这种事情呢 是基本操作了 我们大陆民众呢 都表示理解啊 坏人怎么能干好事呢 是吧 那根据报道啊 他杀人用的枪械呢 看来已经被查找缴获啊 意味着枪支和子弹呢 已经被没收了 那么李强呢 还在淘宝途中 他有没有备用枪支 还有没有其他的设备 那这个没有说啊 呃 暗示的意思呢 是他没有伤 没有墙了 那大家知道啊 四川啊 是一个比较山高林密的地方啊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宜宾呢 就是关于他杀人的时候的一个 呃 就是乐山啊 他杀人的时候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啊 呃 他杀人的地方呢 就在牧川县的中心地带 叫牧川 牧西镇城市民屋小区 哎 就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个茶楼 在茶楼后边 他持枪 击伤两人 另外呢 他持些杀害杀害三人呢 可能也是在这个明珠小区内 那在周边啊 可以看到啊 既有牧川县的应急管理局 也有交通管理局 也有牧川县的森林公安局 也有牧川县的工商局 尽管大队 这是一个离县政府啊 也不远 对岸啊 就是县政府 牧川县的县政府 可以说呢 是在这个县的中心地带 发现了命案 那么他现在呢 在逃 那么牧川县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位置啊 它的位置在什么位置 牧川县呢 在乐山的角上啊 我们把乐山也打开 可以看一下 这是乐山市啊 这是牧川县 我们把指南针调到正南正北的位置啊 可以看到是这么个情况 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啊 是山高林密啊 极其的不好找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周边的山 周边全是大山啊 可以看一下这个山的情况啊 所以现在呢 在乐山啊 已经是 关卡林立啊 这个高速啊 各个通道啊 都被堵上了 那现在警察办啊 基本是一个黑盒子的状态 无论是前面的唐山 还是徐州 还是 呃 起河南啊 都是说 哎 在群众的一再要求下 发了一个告示 剩下的就是黑盒了 黑盒子 大家知道 那是飞机上的这么一个安全装置 它最终呢 是要把最真实的数据展现给我们 但是公安的这个黑盒子呀 就两说了 这是一个两可的事 那最后呢 可能会给你归募一个结果 那期间的一切的东西都是 黑箱操作状态 那 那首先啊 有很多疑问老百姓啊 我也是 比如说作为一个警察 他杀了三个人 那杀的是谁呀 啊 那杀了三个人 绝对不是意外呀 我们讲啊 如果说 一而再再而三 比如误伤了一个人 误杀了一个人 是意外 那连续杀了三个人 我不相信这是意外 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让他痛下杀手 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猜的原因 那恐怕啊 以后这个真线也会遮遮掩掩 第二呢 就是 他为什么一开始用器械杀死三个人 我们叫器械的范围 是很广的 我们常常锻炼的建设器 这哑铃 他就是可以做一个凶器 重物啊 什么脑后顿伤 都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吃刀 或者是甚至是 用车门都夹死人的 对不对啊 所以持械直接打死了三个人 这个器械是什么器械 什么器械这么厉害啊 他为什么不开枪呢 当时 所以呢 有很多猜测 他后来又开枪 打伤了两个人 他用器械杀死了三个人 这听起来是有一点违和感的 大家知道开枪啊 是很容易打死人的啊 所以这里边有多大的仇恨啊 想想啊 为什么用枪打伤的人 是在枪法不好吗 还是枪本身的这个威力不够啊 枪法不准 或者是其他原因 还是枪下留情 所以现在啊 我们相信啊 追捕这个李某的 一定不是当地公安的 武警肯定出动了 并且李某的这些同事啊 估计都上不了手了 为什么呢 他们都有嫌疑 比如说你有仇也不行 是关系好也不行 是吧 你可能不能禀公办案了 就像那个唐山案子 调廊房警察一样 第三呢 就是他竟然他是警察呀 现在啊 大家知道 你只要带着手机 一马上定位你 面不识别 马上定位你 你是插尺难逃 所以现在呢 在乐山啊 周边啊 这个牧川县周边 全部设了关卡 你可以上高速看一下 很多地方都是红的状态 所以他驾车逃跑 能跑多远 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 他全速的开 他能开到哪呢 肯定能开出四川了 当然我相信啊 他肯定是在开向偏的地方 不太可能开向这个发达的地方 因为越发达的地方啊 这个东西摄像头也多了 特别是大家看到 我们做的这个地图了 宜宾的是山高林密啊 这对对不者来说呀 当然不利啊 比如说之前我们说的那个 在福建的那个杀人 跑到山里那家伙 当然对于开车逃往的人说 也不利啊 山区的路啊 很多时候路口少 只要堵住两边 就是翁中珠编 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距离之内啊 如果能研判好 他的淘宝距离 设上关卡 要抓他也不难 那他气势而逃 逃向山里边 那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他会跑向什么地带呢 他跑到山里边 他逃跑速度就会减慢啊 所以呢 这个最小范围呢 对他进行围追赌解 就容易抓到这个人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李某呢 目前来说呢 是正在一个密集的逃跑 或者是短暂的 这么一个休息状态 关于他的事啊 可能慢慢的 当地会有更多的知情者 把这事情爆出来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呢 只能根据网上的这个直言片语 来做一些合理的猜测 特别是呢 他最近50天 不是最近50天啊 他曾经在50天内连续救过两个 溺水的人 这说明平时的这个李某啊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有血性 是一个健业勇为的人 是一个干预承担的人 那什么情况下 让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暴徒 开始杀人了呢 这里边的隐情啊 更有故事可讲 我们想想啊 大概分析一下 不外乎这几个人 财色和权 我们并不是说李某 他自己去追财 追色追权 有没有可能是他 他本人应该有的财色权 被别人给拿掉了 抢掉了呢 那在这个 我经历过的这个警察杀人案件 就是他现在有个名词吧 叫时工交错 在从大概初中开始啊 我都碰到我类似的案件 这个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啊 在邯郸啊 曾经发生过个恶性案件 刚才我还特意搜了一件 还真没搜到 但是这个确实是真的 那在这个80年代 在邯郸生活过的人 都知道这么个案件 当时的地区刑署专员 全家几乎都被一个警察杀了 这个警察呢 后来还向我们县这个方向逃跑 经过我们县的时候呢 哎 击伤击死了 就是杀害了我们县的一名警察 这个警察呢 正好是我同学他哥哥还是 所以这个事呢 是一定属实的 那最后这个这个 这个神枪手警察呢 最后呢 是被乱枪打死了 因为当时呢 出动了军队啊 在邯郸的这个 这个什么邯大公路啊 设关卡 设了层层关卡 他冲破了一关又一关 最后还是被打死了 他从邯郸出来的时候呢 可以说这个弹无虚发呀 杀了这个好几名警察 最后大概有十几名为相 那么他是什么原因呢 他原因就是因为给他介绍这个对象 被这个刑署专员 应该叫李维新叫什么玩意 叫被他的老婆啊 给撬走了 介绍给别人了啊 因为这个之下 这小的是寒郸啊 当时这个不叫警察 是公安的一个神枪手 参加过省射击比赛的 这个情况下呢 他一气之下持枪杀人 当时这个李维新呢 也中枪了 他最后据说是救过来了 那这个事啊 我等我真有时间了 我回我们这个邯郸图书馆 我还真得找到当时的报纸 他现在网上的是找不到这个东西了 但这个事确实属实 这是我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 哦原来警察也可以杀人的 并且杀起人来 还可很厉害 因为什么呢 是我同学的哥哥 被被人家叼一枪给干掉了 当时什么呢 是他坐在一个 就是那个 就是当时偏三嘛 坐在偏三的斗子里边 哎 他被打了一枪 那后来啊 我这个曾经在内蒙啊 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内蒙呢 又碰到过两起这样的警察杀人案件 都和我发生过施工交错 哈哈 所以呢 太不相关了呀 我们也不说 比如说像这个赵黎萍这个案件 很多人可能听过老梁讲的 这个赵黎萍杀人案 这赵黎萍是谁呢 他是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厅长 并且还是一个写手啊 你可以说是个作家 这这这老小子呢 曾经写过不少文章啊 像这个获德国内蒙古自治区 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全国五个一工程最佳图书奖提名啊 是一个警察作家啊 内蒙古公安文联主席 出版过什么长篇小说 诗集散文杂文集 是一个公安加文人 他杀了谁呢 他杀了他的情人啊 在赤风 我们给看一下这个 内蒙古公安局的这个情况啊 看一下内蒙古公安局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赵黎萍啊 他退休之后啊 还有好几个情人 其中呢 有一个赤风的情人 他也是赤风 在赤风的工作过 在赤风的也有关系 那么后来呢 他在这个百合新城啊 赤风这个百合新城的作案啊 他持枪呢 他把他的这个这个情人呢 杀了杀了以后呢 他又开到了这个一个一个村里边 不远 施济宫里边一个满足乡里边啊 埋尸可以说 那么当时的话呢 这个案子是很轰动的 他的这个情人呢 也是很有姿色的可以说 就这么给干掉了啊 那么这个赵黎萍的这个杀人啊 后来呢 公审 说公审呢 也是有限度的公审 披露了很多东西啊 最后就是判处死刑啊 也是当时的一个所谓的劳苦之一 他也是共产党建政以来 第一个不及公开的这个杀人案 哈哈哈哈 这个那另外一起案件啊 就是在呼号的是政府啊 这个发生的一起案件 这个案件呢 是也很惊人 就官六如啊 在这个当时呢 这个官六如杀人案 离我的办公室 还真是就几百米 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呢 就在自治区这个办公大楼的小区里边 当时设个办公室 当时呢 这个官六如啊 是一个开发区的局长 我们看一下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局大楼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楼 啊 美蒙古这个呼号的市的政府大楼啊 这个大楼啊 这个图片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在你要是从内蒙啊 坐飞机进入 呼号的市啊 过了这个河之后啊 你很快就能看到这个比较气派威威的大楼 但是这个大楼呢 当地的群众呢 是比较损 说这个楼呢 是越往上越黑 越往下越灰 这是当地人说的啊 我只是记住了 那这个官六如啊 据称呢 是这个内蒙古自治区啊 呼号的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安局长啊 他因为被举报涉黑啊 被停职了 那么他是不太甘心啊 他怎么办呢 他就花了大量的钱 向这个市委和相关的这个主管领导的这个宋律 疏通人之常情嘛 但是呢 据说呀 他送了这么多钱呢 并没有给他办了事 所以这哥们在春节前啊 一气之下 农历二十九啊 下午四点 官六如持枪进入了市委办公大楼 我查了一下我的电子邮件 农历二十九 我已经我们答应已经放假了 我已经离开了胡和浩特啊 但是这个事呢 当时第二天就知道了 内蒙朋友就发给我了 这个官六如持枪的进入了市委办公大楼 他本来是先去找这个市委书记韩子仁的 这韩子仁是很出名的一个人啊 又想找这个市政法委书记李赫 都没找到 没找到的话呢 他最后找到了市委副书记王志平的办公室 开枪将王志平杀害 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税务局的副局长 这个案件啊 在内蒙可以说飞飞扬扬 大家都知道的 把这个副局长 一枪也给干掉了 事后呢 他在办公室吞枪自杀 那这个案件呢 是非常惊人的 这级别都不低啊 这官六如是个低级别的 那个税务局的副局长 至少就是一个正处啊 另外呢 这个市委副书记 那至少是副厅或正厅啊 可以说呢 一间办公室倒下三位共产党员 这个事呢 当时是非常震惊 他留下了一封遗书和送礼清单 这是啊 这个当时呢 轰动一时的 在胡豪德市发生在大年三世前 发生的这个杀人案 可以说呢 都和我的时空呢 有过交错 当时呢 这个春节上班之后呢 很多这个代理商啊 或者开发商朋友呢 津津乐道的 在酒局上向我们讲述这个案情 你说这个比较冤死的呢 就是这个税务局的女干部啊 他肯定是来送礼的呀 大年二十九到市委副书记办公室 还谈什么工作呀 大家这个人之常情吧 往来一下 结果呢 丢了性命 前面我说过呀 这个警察李某呢 他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无外乎财色和权 那现在分析一下 瞎猜一下 那比如说 作为这么一个该啊 建业勇为该提升的人 有没有可能呢 他的提升被别人挡了呢 哎 说不好啊 这都是瞎猜啊 那当然说 色的话呢 这个事呢 不好说 因为他三十六岁已经成家了 肯定是 他是个什么样的家电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那财的话呢 这里面呢 可以这个 可以这个说的东西也太多了 总之来说呢 如果是 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让一个体制内的警察啊 并且是 曾经荣誉加深 被 事故安庭表彰的 这么一个好警察 奋起杀人 那是种种的不可理解 也可以说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 乐山市公安局呢 把这位好警察已经404了啊 那么通缉令啊 正在各地的悬赏啊 你要抓住他10万块钱啊 那么这10万块钱可不太好呢 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反侦查能力的这个基层民警啊 他对于我们对于啊 不叫我们 对于当局的各种各样的手法 他是非常了解的 那我们当然啊 不赞成暴力啊 但是对于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啊 也保持谨慎的 谴责 啊 谴慎的谴责 那么我这是为什么迟疑了一下呢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实现杀害的三个人是什么身份啊 这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啊 这个李某如果被抓住了 将来被正法了 被阵法了 被枪决了以后呢 他进入祠堂啊 进入一个长生盘位 进入当地寺庙的概率 很小了 那好的 关于这个通缉令啊 四川乐山牧川县特大杀案的情况呢 和大家聊到这 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案件 谢谢您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